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抵抗 来自后支位的 加注 在翻牌击中了三条 面对对手的一个 一万两千的持续下注 他这里 如果读对手范围里面有A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 过牌加注的 他果然选择了一个 过牌加注 选择加注到四万 那 这里对手 又 有了一个难题 那你这里到底是 有什么牌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 和 APP的面上 对手这里没有什么 买胜的组合 他选择 他选择放弃 因为他也知道 即使面对这里对手的加注 他没有一个买胜的组合 他只能引一些买花的一些 比较的 比较的少 在这样子的面上 那么输所有的A和所有的6 直接放弃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 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 Avelo是拥有了一个 一个次大队 一个all in 选择跟住 在这样子的一个翻牌情况下 我们的顶队跟我们的第二大队子直接打光 这手牌我们并没有看到 翻牌前的动作 现在合牌只有一张圈和一张十 那我们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 Avelo是直接选择 直接被淘汰出局 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再次买路 像在那里面的主板 一张圈和一张圈 好像一张圈 你为了VIP的状态 你只能拥有4或5 我们枪可威的Adams 拿到了一手同花的AK 哦 哦哦 他惹上了麻烦 Hedrick位子 有一手KK 一手主导他的牌 面对枪口味的加注 目前的盲注是三千六千 他的后手还有二十二万一千 三十多个大盲 他选择一个标准的加注 到三万三千 那这里这手牌是一手翻前的cooler 我们的hexen是拿到了手对钩 如果他在这里做一个四bet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会遭受到adams的五bet 我们的divorce在这个后手情况下 是不会弃掉他的口袋K的 希望我们的哈利波特hexen是 能够少损失一点在这手牌中 做了一个九万的四bet 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缝掉了很多张的Ace 这对adams是一个非常 差的一个 一个排路 通过上帝视角 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位玩家 扔掉了手上的A 面对这样子一个 4bet adams会怎么选择呢 他还有60个大盲主 选择all in 这个是 那我们的口袋对勾在这里遭遇到了翻前的5BAT ALL IN之后应该是会选择起拍 那我们的KK是肯定不会走了 那这里是一定不会走的 OK 他手在翻牌前的思考需要平衡 其他任何手牌的一个思考时间 如果他在手里拥有一对K的时候选择快速的跟住ALL IN的R 这应该是最后一张S 运气是非常好 并且是两张黑桃 我们的Diverse是被淘汰出局 这是一个真的梦幻FLOP 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已经分出了多场边赛豪客赛的胜负 目前镜头右边的Jacy Bonomo是拿下了开幕赛25万港币买入短牌赛事的冠军 那也是他第四次参加线下的短牌赛事 也是第一个前圈 第一个前圈就直接拿到了冠军 我们看到Hackland在加1的位置拿到了A勾同色 选择加注到16000 Richard Young在后卫选择用A4同色来跟住 中卫的Greenwood放弃了他的圈八 那大盲位的这手牌是完全是需要防守的了 陪瑞而言他只要加一个盲柱8000 就可以看一个6万的底持 直接选择All-0 那加1位置的A勾是秒矿 这是一手7-3开的对决 在盲柱位的Squiz是遭遇到了前置位强牌的O 那这里是击中了一张5实现了反超 对手还剩三张GoDots 他站起来准备 刚站起来准备被淘汰 还有坐下来 结果又看到 刚坐下来又看到合牌发出了一张Go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被称为无限制 无限柱的德州扑克 而我们也知道 No Limit Totem无限柱德州扑克 也被称为扑克游戏中的凯迪拉克 是目前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最风靡的一个扑克游戏 有200k和主席吗 是的 有200k吗 是的 一WSOP和一Aria 我还不知道Aria 我认为这个设计不出现 我认为这个设计不出现 我不确定 不确定 好几年前就已经我看到一篇报道是 有超过3亿的德州扑克玩家 应该 应该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我觉得应该是超过这个数字 可以说在西方世界 德州扑克就等于我们东方世界的麻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David Peters是拿到了一手轮子 一手顺子 但他手上虽然有两张红牌 却没有任何一张方片的保护 如果他这时候手上是拥有一张方片 那这我牌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手的手里是有一张方片的K 那毫无疑问他这里是需要做一个价值下注 也顺便是保护自己的手牌 从对手任何弱于自己的牌 以及一些听牌的手里获取价值 这里我们的Bakini是拿到了一手两高章 在后门买Second Nuts花的一手脚牌 当然在这个小小小的面上 他的K-High本身就一定的show down value 在78000的抵制中下注25000 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他选择用他的K-High防守 并没有买到任何一张他的出牌 那我们可以看到Peters依然以他的顺子领先 这是他本场买入的第四手 本场比赛的第四手买入 每一手买入是200万港币证 在这张桌子上的玩家 每一个都 荷包很满很古啊 直接选择all in 选择放弃了他的K-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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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听到目前我们是来到了本场比赛 Day 1赛事的最后两手牌 在打完这个级别之后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也会落下帷幕 明天同样的时间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半 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Day 2 看来最后两手牌是会发生一些对抗 我们的庄位拿到了一对七 小盲位拿到了一对九 非常强大的牌在这个位置 面对一个一万七千的加注 他选择反加到六万八千 在BVB的时候 这里是非常非常酷了 边缘的一对七遇上了SB位的一对九 这就是位置的敏感性 如果这两手牌是发生在枪口和枪口加一 那么很可能这只是一个open call 看到我们的守队七是直接在转排击中了SET 先翻了我们的守队九 这是一个四十个BB 四十个大毛有效筹码的一次all in对撞 我们的Jayton又拿到了一手top range AK 选择Race到两万 他的运气在最后两手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先是遇到了一手小盲对庄位的99队七七的cooler 然后被对手七七batbeat 在这里又是一次装卫队小盲撞上了KK 可以看到 好 那这里 这样子一个敏感的时候 敏感的位置 他会选择跟住还是会选择做一个4bet呢 啊 那这里是秒call 很趣 可能今天的 他们都在说今天比赛的最后两手牌对Jayton来说实在是太悲催了 连续两次 cooler 但是还好 他又一次 他又一次在cooler中是反超了对手 然后刚想说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结果马上 刚刚他输掉的所有的积分牌 又在这手牌之后 拿了回来 选择加注到23000的积分牌 这个球 有点准备 他在红标 可以拆了 这一小位 可以拆了 还有很重的 那一小位 可以拆了 我对他 可以拆了 我对他 去拆了 我对他 有点准备 那Breakini是直接选择秒call,双方进入到一个摊牌阶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翻牌的单张成顺,使得我们的Greenwood被A圈顺利反超,被淘汰出局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比赛上来的第一手牌,我们的Greenwood就被淘汰出局,非常的不幸 这里Chunko为Breakini拿到了A10,张花的牌在这里选择加注到23000几分牌 我发现Breakini是非常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对,他的几乎每天都是穿黑色的衣服 对,不同款式的黑色的上衣 我们的Breakini在庄外拿到了一手童话连章 在拥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他这手牌是非常好的游戏翻牌的一手高质量手牌 那这里发出来十十四,我们看见这边Jetton跟Kenny两位都有击中三条 当然在这场牌里面三条是很强的牌力 那这里我们的踢脚弱势的Jetton应该会在这场牌损失大量的几分牌 那这边Jetton过牌了 那这边Jetton过牌了Kenny下注四万七千的几分牌 Jetton很有可能会在这里选择一个过牌家注 去试图抓取枪口卫玩家Breakini範围里面的一些大的对子 他竟然在这里只是跟住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都击中了葫芦 那这边他们是分钱的,除非合牌再来张A 或者Go 或者Go 对 看看谁的踢脚能够击中 那这里Kenny下注十二万七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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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首拍在没有开转拍之前更好看 对 这里我们的阶段是已经思考超过了30秒 这里选择一个加注 谢谢大家 这里基本上是一个mini race 选择跟住 合牌的一张五是没有改变任何的局面 两位玩家在目前的盘面上都应该明白自己是比较大的 都只输一手四四 非常非常小的概率时间 两位玩家都是拿到了石葫芦 这里也显得非常的可惜 他的A10踢脚本来可以赢对手的够是很多筹码 波特莫在Hajrack里拿到了一对八 遭遇到了小茫卫的K圈同色 选择做一个三百 到八万七千 可以看一下波特莫这里是怎么选择 他选择要继续跟住 他选择要继续跟住 目前他有自己口袋对八 以及双头买顺的组合 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希望他并没有买到上顺钩 因为一旦在转牌或者合牌来到一张钩 Brenkenny是会直接拿到Nuts 然后这里Brenkenny选择用两张高牌 跟麦卡顺的下注九万一千的积分牌 我们的Brenkenny在对手下注之后 是比较谨慎 也仔细地清点了对手的后手筹码 选择在这里跟住 这个面非常的血腥 那么Brenkenny现在是拿到了一首 两高张带卡顺 以及后门花 听牌 非常非常多的出台 好 直接选择Olin 那这里的88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了 435 435 435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他现在在思考 可以看到在剩下的44张 没有在两位玩家不知道的44张牌中 依然有18张的出牌 我们的伯人Kenny在这里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手拳下 他拥有41%的绝对赢率 那么这手牌他只要对手拥有一点点的棋牌率 就可以实现正义V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波诺的棋牌率是几乎是高达有一半 他思索的非常艰难 他依然在思考 选择放弃 打了一手非常非常精彩的拳下 看到我们中卫 Kenny是拿到了一手A圈杂色 在这个位置拿到这样子的牌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定心 可以看到他选择加注28000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加注 这里我们大王位的童花连章 势必是会选择防守的 那这里942的面 这边我们看见Ebbing马上击中了可以买铜花的面 这边呢BrenkennyA圈暂时领先两张高牌 目前我们的两位玩家基本上是五五开 因为大王位玩家不但有一个买画面 还有一个后门顺 两头后门顺的概念 那在大王过牌的情况下 这里Brenkenny下注了22000的几分牌 那我们这里Action回到Ebbing了 这手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舒服 选择过牌跟注或者过牌加注 都是完全可以的 转牌的任何一张五或者八都会为他带来更多的赢率 这个转牌带来一张六 这边我们看见Ebbing现在中了一对六 在这个转牌他选择过牌给Brenkenny 这手牌是概念非常强的可以看到在转牌任何一张五六七八都是可以极大的加强 那在这个面上Brenkenny知道他应该都是大忙的范围里面 也选择了过牌 那这合牌带来叫Go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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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4万的持续下注 这个下注是比较的大 相对于之前的其他一些CBAT而言 因为在这个面 三张天花面 也有天顺面 是非常的湿润 所以一个比较大的下注 才看起来比较的像手里有牌 这边转牌 Kenny拿到了铜花 这边 Kenny过拍给Davis Davis选择 下注4万 今天是一场目的 现在是要有转牌を操作 了 OH I 有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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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他下了24万的积分牌 在23万8千的底池里面下注24万 那这里也是Brain Kenny超过50%的积分牌 这个祝马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难受 他这里赢所有的炸弧组合输给一场红桃A和红桃圈 他这里会考虑的是对手会不会拿一张红桃A做这样子大的一个下注呢 因为他手里是隔绝了铜花顺的组合 这里Kenny做了个call很漂亮的跟住了拿下底池 为他赢得了35万6千的筹码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池 这边枪口位 Ebbinger拿K10统花的牌加注到27000 这边Brain Kenny 小盲位 A9统花的牌 他选择了跟住 大盲位 Dickerson 同样也是A9的牌 一样选择跟住 那这个翻牌出来圈 9 8 两张梅花 在这里两位玩家中了中队 没有任何一位玩家又有梅花 那转牌 那转牌出来一张圈 三位玩家刚才又有过牌 那在这里 我们应该会看见其中一位玩家下注 并且由于在这样子一个翻牌 没有任何一名玩家下注 那么这张圈其实 大家都知道 并不在任何人的范围里 因为在这样子一个 有买顺买花 带高张的面上 如果有圈的话 是势必会进行一个保护性的下注的 那在这里 Kenny他下注了三万七千的几分牌 Dixon跟住 所以这里 我们的Dixon是完全知道 他的A9应该目前还是 能够对对手的下注范围保持一个领先 因为这里 对手的圈的组合实在是几乎没有 那这边我们来到了和牌 这里来一张红星2 没有改变任何这些玩家 在牌面上的关联 这里两位玩家应该都会觉得 自己领先于对手的范围 那这边Kenny 下注了九万两千的几分牌 也是一个不轻的筑马 可以看到他即使是被两张圈盖帽了 依然是用A9 中队顶踢脚在这里 索取很大的价值 因为他非常的自信 对手的范围里面没有圈 不需要去过多的忧虑这方面的考量 在对方有9的范围里面 他也希望就是对方的9的踢脚 没有太强 那这边我们看见Dickson 现在进入了深深的思考 给了一张时间卡 那这边Dickson也知道 Kenny手上有圈的可能性也在 我选择 选择了气牌 这Kenny在本来是两位玩家分底池的情况下 拿下了底池 连续赢下了两个非常大的底池 加注到两万七千的几分牌 这里大盲位拿到了一首同样的K石铜色 一黑一红 选择跟注 可以看一下两位玩家同样的骑士手牌 会如何游戏 然后这里发出来775的面 在这个面上 Ebbing 选择过牌给Davis 这里分别有一张骑士 黑桃和方块 那么两位玩家都有后门花的概念 那这里Davis 选择下注两万的几分牌 感谢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Ebbing选择跟注 然后转派来了一个goal Ebbing继续过牌给Davis 面对前之位的过牌 他谨慎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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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 38,000 在這同樣兩位玩家都是K10的情況下 當然Airbnb在大盲位面對他的範圍更有利更會重 那這裡Davis會不會相信他呢? Airbnb拿下 他選擇用他的KH選擇放棄 畢竟他的KH面對對手的Value組合實在是稍微弱了點 MING PAO CANADA